屏東縣東港鎮民代表會 第二十二屆第四次定期會議 市政總質詢登場 11名鎮民代表 全出席韋明喉舌 正對東港鎮各項施政 與韋明服務的成效及缺失 輪番進行質詢 這個洪台齊磊都齊磊我伯 這有這個勤過的 這叫政治方案 緊急的你也有作為 不然我問你那邊的洪台 三個月手機沒收 你要叫他們等你對 我們管副資源回收垃圾分裂 這個辦得真好 重點是說我們每天緊張目前 我們回收車真的非常自然 每天都很多鄉親的抱怨電話 請問你們有什麼改善的辦法嗎 被表們針對資源回收車不足 改善交通友善人行空間 颱風災後復原效率 路燈維修管理 改善傳統市場等問題 要求正公所提出解決之道 也有人質疑公所辦活動 為何經費比往年多一倍 東港鎮長黃真祥回應 因為場地跟藝人卡司等因素 所以活動經費增加 提出質疑的正名代表洪慶田 所以認同此說法 但希望正公所可以積極爭取經費 不要總是動用公所經費來辦活動 代表們踴躍發言 這場施政總質詢 由代表會促成網路直播 讓民眾一起關心政務推動 感謝我們這電視台 平安 我們這代表 和公務人員 這客廳有一種改善的 就是民意代表 會增加認真的問題 行政機關 可以更用心的實情 每位代表對於各項政務 及地方發展都很關心 施政總質詢 進行將近三個小時才結束 東港正民代表會主席 陳春潮表示 此次定期會 透過網路直播 讓民眾了解代表問政表現 也促進公民參與 並落實住民自治的精神 記者張如瑜 劉建榮採訪報導